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两种产品的品牌名叫Shiyome 推出这个品牌的会社叫Kiden,意思是基点 会社的企业概念是循环和技能 Shiyome使用的是在日本福岛县有机栽培的再来种的棉花 也是会社Kiden独创的棉花品牌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两种产品 首先左边的叫Tenugui 右边的叫Handertal Handertal的意思是手帕 Tenugui的意思是手巾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产品的特色和特点 这次我选择的颜色是绿色 但其实它们还有很多的选项 除了绿色以外它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选项 你可以从里面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价格是1650元加税收 这个Tenugui手巾它有很多的使用方法 你可以把它当作房间里的白色 也可以把它当作围巾使用 或者可以像这个图片一样可以用来包东西装便当之类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这次我购买的产品的名字有点长 叫做面感的循環就是 那里的情景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棉花的循环和那里的情景 这个商品里的突然有许多的生物画出了栽培棉花的田地里的许多的生物的活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猪、人类、花朵、蝴蝶、鱼、小小动物、蜻蜓 你可以从这手巾里感受到大自然里的循环 还有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产品是手帕 瑞甲亨的套路 手帕可以说是我们在瑞甲生活里面必备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由综布制成的手帕 沙线经过甜点处理以保持其质地 经久耐用又可以反复使用 此外还应用了在表面上剪断综毛尖端的棒泡式缩织工艺 因此每次洗掉都可以享受这种蓬松感 这个手帕的价格是990元加上的税收 长度是255乘以245毫米 线条的颜色就是所谓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在日本福岛县有机栽培的棉花 这种棉花叫做贝中茶棉 除了这种棉花自然的颜色以外 还有其他许多颜色可以让您选择 他们使用的蓝色材料是从天然的藏木里抽出的色素 这个手帕可以说是一个全天然的商品 手感柔软 吸水率也非常的高 以上的时候对这些产品的介绍 如果您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网站上看看详情哦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